哈囉歡迎歡迎來臨賽收看 這隻自熱限時第七賽季 力行賽第五週賽事 那目前進到今天的第二戰 由MuMica 越南重王MuMica 對上的是GG戰隊的NICE NICE 這把應該沒什麼懸念了吧 喔 沒什麼懸念了吧 這個越南重王打 打神族就這幾套對不對 我還沒有跟他去勝路遣出啊 我一直很想要找機會去跟他勝路遣出一下 那你要去越南找他嗎 他們是他不能出門 沒有啦 我們線上連結就好了 我們幹嘛一定要進行肌膚之親呢對不對 所以是屬於一個 電子 對對對 我們用電子連結的方式 把我跟越南重王連結在一起 這樣子我們這個 凱莉根的翅膀就會越長越長 凱莉根的翅膀才會粗壯起來是吧 對沒錯會粗壯起來 充足就會起飛了 充足就好 2 gain 在手就好 拍到牠的翅膀 演奏 滅 等一下這個 這把 現在最主要是越南重王 就他的 他的弱點有點太明顯 就是他真的不會打後期 而且是很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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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就是偏盲的那種 而不是用魔法兵種 喔沒有他那個也不是盲了 就是他盲也盲得很奇怪 你知道嗎 他就是 他感覺就是部隊只要超過150他就不會空 哪那麼嚴重的嗎 就是就算是一整坨他也空不來 你知道嗎 好 雙胞全球地上地圖帶造是扎克納特 地圖右上角紅色 紅色的神圖女友是來自GG戰隊的NICE 左下角藍色 藍色的神圖女友是來自越南的Mewmica 是來自越南的Mewmica 喔是CD嗎 對 眼睛好癢啊 這個17滴就要看 其實簡單來說這17滴後面就有很多細節 神圖這邊就有很多細節可以做 對不對我一再強調 這個神圖的狗兵 就應該在這裡看這個 蟲族到底留了多少卵去做狗 你在這邊看這個1200 反正你在那狗出來的那一瞬間你再走掉 你的狗兵也不會死 你一路往不會走也不會死 像這你就看到 這理論上 這應該就是四條狗 所以這四條狗 這個神圖家裡壓力就不會這麼大 你看NICE也是礦一個點 然後可能是也沒有按 他覺得四條狗應該還算好手 這就是身為一個頂尖神族 該有的細節 四條狗過去了 這邊感覺是要直接加速教師來手 對啊 因為這種四條壓力不大 而且 後面第二個神圖他還點下面 所以 今天就算掉了一根 他也不會停電 怎樣這狗是怎樣 神龍白尾是不是 看到人家的狗什麼東西都沒有 他還神龍白尾 他也是很屌 我以為他會直接衝進去 哇 他看到人家飄走以後就進去了 網球在頭上看 看到人家的教室一飄就走進去了 他這邊 這個他一點進去就是 稍微 稍微看一下 就看一下他這邊有什麼東西啊 像 其實也鬧不太到什麼 哇 他這樣一隻 他這樣一隻狗兵都沒死了 而且在這邊教室進來 開始點開始點 兩隻三隻 來點 這邊點了 點了五農喔 欸 但原來從這裡後面按了很多狗喔 他這裡又發瘋了 他直接往野上灌了 這個timing點 記得去嗎 這邊 NICE 堵起來 一隻教室 等一下第一時間看到狗 一波灌上來 直接一根水一塔 趕快過去點在後面 往後 往後拉 然後 點電池也可以 點起來 然後有活下來 就守得住 回來了 欸欸欸欸欸 其實就算他硬咬 那個電池一好 開 最差最差 開一個超級電池 也可以把那個 BY拿起來 所以其實我剛剛覺得這邊 你就是給點壓力 然後 給點壓力 然後那個 讓NICE這邊 他必須要 必須要那個 交個什麼 交個限制的能量 然後你就直接退了 也不用在那邊咬那麼久 反正 欸他怎麼送掉了 哇 說這麼多 結果他送掉了 我的天 因為他這波狗是 NICE沒辦法開三礦的關鍵啊 他如果這波狗一直留著 NICE三礦就很難點 啊 他如果要點三礦 他的先知 就必須要回家 去幫 去掩護他的工兵出來開三礦 這邊 四個獸就下去 然後看一下 看一下 這個 這個 NICE後面 如果看到這四個獸就 家裡要點什麼 這就是我們 最經典的 越南流啊 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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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不是想要點多點 他是想要兩礦跳巨像 看起來是要特別小 反正也不怪 我超難熟 剛剛他三礦都沒有農民啦 直接什麼也不管啦 反正就跳巨像就對了 硬殺硬殺 剛好刺責出來太賽了 這裡也殺了九 這裡也殺了九 怎麼會先再來戳 反正這裡就是也不急啦 我就一點一點慢慢戳吧 我 我 我跟你講 打這種赤蛇一波 就沒什麼好事發生 我不相信 厚蟲都爬了 來來來 可是這邊神主沒開三礦 他這個爬 他是完全沒有開礦的啊 這一波只要電池點下去 然後 家裡趕快 對巨像加速出來 這一波守住應該不難 只要是這個赤蛇 亮去不起來的情況下 你大概十隻左右 其實就沒有 就那個輸出火力不太夠 而且太軟了 我覺得現在怨蟲 家裡剩二十二農啊 這個nice慢慢給你拖就好了 這個門口的建築物是可以給的啊 這個不起啊 再刷再刷 好這邊先知回來 先知回來幫忙戳赤蛇 戳赤蛇 揉他自殺 誒 怎麼怪他 怎麼好像哪裡不太對啊 是不是哪裡不太對啊 看一下看一下 誒他不雄出來的位置 啊 救救那個不雄 怎麼才說 誒是不是怪怪的啊 喔 這nice剛剛 誒不過應該也是 剛剛那一盒兵他分了三坡送掉欸 他先送給了第一坡大的 然後後面 後面這個虛空他一直放在三坡 他一直沒有回來 然後 這個 往後點囉 往後點囉 拜託 往後點 被圍住了 被圍住了 變成啊 變成沒電了 可是還是炸到了 還是炸到了 這坡公兵出出來 幫忙走 難道這樣子都能贏的嗎 這遊戲這麼簡單的嗎 哎呀 你才知道重組多強啊 這樣子啊 不相信啦 打著打著 耐絲 耐絲這邊 重組處也被打回來了 耐絲越來越重 主要是對抗快不夠 對抗快不夠了 這邊上面 戳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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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戳起來了 哇 你感性 嘿嘿 好啦 耐絲守住了 而且 這樣 這樣守住 烏烏波吧 啊 覺得 沒有吧 耐絲轉吧 沒有吧 耐絲還是 耐絲這邊是有科技的啊 這個 他家裡是 會不會可以接巨像的啊 這越來仇王家裡 對不對 現在這個農民樹 他也按不了更多的事實啊 主要是這三隻限制沒掉 這三隻限制沒掉 他過來就可以一直戳你家的東西了 所以那個巨像在升了 這等下這邊 這邊那一波很難守啊 這個 等一下那個 那個正面 巨像在哨兵的 不是不是很好守 別人再戳再戳 還可以再戳一點農民掉啊 這越來仇王要出輔妃啦 他又要這種局面 8分之8百轉輔妃啊 8分之8百是 不開玩笑啊 這看他 看他打幾次這種局面 就是 就按幾次輔妃你知道嗎 然後有時候 打那個差一點的神圖 還會被他大力 大力一出奇蹟 那這一波反而就是要看 NICE這邊有沒有意識到 對面要轉輔妃了 他如果意識到這一波這邊推過去 他 按輔妃的那一瞬間忍就沒了 喔 這邊走出來了 這個正面的王外推 這個要好囉 要好了 螺旋塔要好了 要好了 但已經推在臉上了 所以這裡應該就不會按輔妃了吧 這裡按輔妃 你怎麼都打不贏 哇 按飛躺 欸 飛躺也是 更怎麼都打不贏啊 而且還卡人口 哇哇哇 幾局 他那個飛躺就按飛到臉上 也打不贏那些 太少了 飛躺太少 而且重點是 重點是 連哨兵打不打贏都不知道 那哨兵開盾也是很強悍的 其實之前 可是這觀念也不知道對不對 我之前有個觀念是 如果說今天 哇是夠用的話 全刷哨兵 比追劣打非常強 如果單純A正面的話 你覺得 如果A正面的話 我覺得有 我覺得 攻擊力感覺 哨兵好像比較高 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會比較強 但是至少 那個正面是可以扛很久的 那如果是 就是有操作的情況下 刷那個哨兵 只要被 就是你的機動性太差了 你是 你刷閃追還是好一點點 我之前會有這想法是 因為通常那個 飛龍過來都是配狗 那你出追劣的話 你肯定A不贏的嘛 就你被那個龍狗包的話 A不太贏 所以我那時候想說 那我如果 因為如果打飛躺 用哨兵攻擊力其實差不多 你就出哨兵加困難士 意想天開 意想天開 然後就 結果他正面其實帶了一點毒爆 但是 然後滾了 滾了就沒了 89年前我打比賽的時候 那時候想法 我真的是 我真的是這樣想 就是 我 我閃追過去換 然後 對方 我如果看到對方出飛躺 對不對 我就趕快刷一波 那個 哨兵加困難士 然後用哨兵的火力來打那個 那是因為那個年代的立場太強悍了 你知道嗎 是啊 那時候沒有東西可以打立場 對啊 現在有個東西打立場 你這樣子 風險有點高 對 你還記得我以前 都是在靠立場跟 墜裂的嘛 那以前那個年代的神祖 就 掉到 不是長那樣啊 就你也沒誰要選擇啊 現在只靠這兩個東西的話 大概破不下去了 大概 大概 五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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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就是你的極限了 可是現在 神族要強 那個人禁 超重要 主要是那個人禁 你在正面有很多操作的空間 當然 當然就是 講老實話 那個還是 最終手段 你還是 大家還是先把兵 對不對 爆出來 打一個對的 太平點 其實就還是很強 不是啊 而且你現在這個Meta來說 你有看到有人在人禁操作東西了嗎 比較少了齁 對啊這個Meta 已經沒有像之前那麼誇張了 之前 有一段時間真的是 看每個 你看那時候神族內戰也是在秀人禁 然後打蟲族 光炮不朽也在秀人禁 打人類也在秀人禁 打人類其實也有 那時候有很多那種VR3BG的戰術也是在秀人禁 那時候就很 有一段時間 有一段時間就是都打這些東西 那現在這種都是 都是移量 這神族就開始轉成這種移量取勝的這種打法 打蟲族就是 先把質量憋高 你就會很爽再看到這種人禁操作 好 那雙鵝牛第二章第五來到是2000大氣壓力 左下角是 藍色的蟲族 越南蟲王迷邁卡 右上角紅色是 NICE 喔?這場是裸霜啊 對阿這把 欸? 對阿這 這把是裸霜啊 但他的 他的這個裸霜是 他這個狗池好像按得 有稍微快一點點 對阿 越南蟲王裸霜 就少了一種味道 少了一種月味 真的阿 他就少了一種月味 那個 味道就不對了 對不對 越南妹也有月味阿 他沒有裸霜 他也少了個月味阿 幹 這邊二本 直接跳下去了 這又是一個刺蛇的味道阿 刺蛇 刺蛇流阿 他肯定是覺得剛剛會輸 他沒打好 那個烈光球喔 如果早一秒鐘點掉 他就贏了 那我覺得剛剛Mais也是 他第一波頂出去有點頂太強 對啊 他那一波如果是 因為他畢竟 他那一波的守住關鍵 絕對不會是他 絕對不會 就是如果一開始那個情況 絕對不會是他 地面的那些BG兵 絕對是撐到他後面 VR的單位再出來絕對 然後後面的電池好 他守住的機會才會大 他太早 我覺得他太早 有點太早擠出去了 他如果 因為我覺得那個門口的 那個BG跟BY其實是可以給的 反正你那波守住就會贏了 你覺得當那BGBY給 其實也沒差 這邊 兩隻教師進來 殺了五隻猛 喔 欸不是 他不是要刺蛇 他要衝動了 這更神奇了 那我們看一下越南蟲王 在NICE家附近還有王蟲嗎 他有王蟲嗎 他不是走那一隻嗎 喔這裡還有一個 他就被抓薄了 我們這時候要大喊一聲 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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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NICE NICE 這喊完又還要 然後洛杉的笑容 你有畫面嗎 你是說 你是說 我就爛的那一個嗎 不是不是不一樣 不一樣 另外一個胡正常的老人 胡正常的老人 完蛋了 那個 還沒把他聊天啊 這是哪一張梗圖 我現在滿腦子都是那個 都是那個 都是那個 都是那個金髮帥哥啊 我就爛的那個金髮帥哥啊 你也爛 一起爛死 喔 這邊剛剛有看到 剛剛這邊NICE有看到螺旋塔 看他這邊要怎麼打 第二個 第二個BS補下去 但我覺得他補這個2BS的時間有點尷尬耶 他這邊到底要做虛空好還是要做鳳凰好啊 哇 這裡又轉了什麼 又轉蟑螂 看起來以越南城王現在這個經濟量 這個 這個龍塔 他也爆不出什麼東西 暗飛塔了 這裡 又進來塗了12龍 而且是Johnson還沒死還在殺 在殺在殺 哇轉轉轉 怎麼在控啊 在打蟒蟲 打後蟲 死湯了 他可能覺得他死了吧 他在控上面的先知啦 哇 這還有丸毛 沒關係啦 反正你看到有看到飛躺就好了 反正他有看到飛躺 這時候NICE加里 兩個選擇 他這邊選擇是直接3BS 做虛空啊 然後下來電視一直撿 就 站著 站著跟你A1 喔他繼續按欸 對啊繼續按啊 沒有要演啊 這就是 你知道這就是Race 口中所說的啊 這 有時候啊 這個看到飛躺啊 你也不要急啊 你就是虛空按 你就是按更多的虛空啊 當你的虛空續起來 是一輩子不肯輸的啊 所以你們的觀念都是虛空打得贏 飛躺囉 對啊 只要你虛到一個量過去之後 其實不會完全不怕這個飛躺 這個虛空很強悍的啊 有時候 你知道為什麼會這樣講嗎 因為你如果你虛空一直按 你是讓對面完全 你是讓這個虛充完全沒有轉飛的機會啊 你一按 你一按鳳凰啊 有時候你 你按個 你按個兩台下下對方就差不多了啊 你那時候按太多 對不對 對方轉了一波 撫飛過來 你反而還守不住啊 這個虛空一直按 然後在家裡 然後電池光炮插一插 他根本就打不贏了 你對面也 也不敢轉撫飛啊 他就只能 要嘛就是 你就去撒爆飛躺 要嘛你就要往後打 剛好虛空就是打撫 對啊 你往後打 我這撫飛 反正你那個 你出撫飛我一定會虛空 對 然後你真的跳三本 跳三本 你做飛馬 我這邊稍微拉一下 我還是有一個可以進攻的timing啊 因為這個虛空現在續得很快 你如果是打這種 飛躺 然後打一打才發現 事情不對 然後跳三本的 這種 三本timing都太晚了 啊 你打這種 在這種情況下 你三本晚 然後虛空有一個機會可以出 你中期 你在三本 就是飛馬 最吸好能量之前 都會很難受 他也在殺欸 殺 一直殺一直爽 這越南仇王 你看 你看這越南仇王 就發瘋了 他現在就開始 又暗撫飛 又暗飛躺 這次上次也是他們兩個 然後打這張圖 然後他也是去出這個組合 然後去硬撫NICE的虛空啊 所以有點 對這個畫面 很像就是剛剛 新手切的那個OV 那現在NICE 開示範那邊 在這裡打了一個非常 史詩級的交戰 然後 越南仇王人就沒了 這看起來要滿第一電池 然後出空軍了 對啊 我跟你講 NICE現在 有另外一個名言 你不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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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風的啊 你電池就不用差那麼多 你就不要想著整天在人家臉上蓋電池 這個 不是做暴風的都沒有用啊 你這個出去空的 你就乖乖的出去 A人家就好 欸 來啊 回頭 轉轉轉 欸 危險危險 這真的贏得了啊 這麼硬霸的嗎 氣勢啊 這就是氣勢 你有看到嗎 這麼硬霸的嗎 就是這麼硬霸 為什麼我覺得 衝珠 一定輸吧 一定輸吧 你看那個非常多殘血了 這個 這個要後蟲啊 要後蟲不然有辦法 後蟲後蟲 他把撫飛都給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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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吧 他剛剛撫飛要甩吧 甩不夠啦 這個虛空是有提速的 甩不夠 這個虛空需要移動啊 沒有啊 可是 可是你那個甩 在虛空有提速的情況下 沒那麼好甩 越甩 越甩還不可以越甩 而且早上他量鋼量也不夠 他就這樣硬換欸 會不會太過分 他也不管欸 他就一直跟你換欸 我不覺得蟲族虧 你覺得蟲族虧嗎 蟲族一定虧啊 蟲族機器那麼差 跟你換了這一波 他跟你換了這一波 蟲族這邊肯定是虧的啊 戰神來說已經是虧的 剛剛捏 虧的啦虧的啦 蟲族剛剛說六十龍欸 六十龍續這一波 少都會續出來 結果發現 幹他打不贏的正面 所以怎樣 他那裡現在也是打一個 打一個隨心所欲欸 想往前送就往前送 喔 喔 這隻蟲族還在飛塔 他不死心欸 他覺得飛塔會贏吧 他不死心欸 他要來挑戰這個無敵的虛空 我也覺得飛塔會贏 真的真的飛塔那麼爛嗎 很爛啊 沒那麼強啊 來了 硬A啦 我覺得飛塔贏了欸 你看 叫那個我 飛塔怎麼可以輸 你看 飛塔沒了啦 剛剛說輸的 剛剛說輸的 哇 就跟你講飛塔就很爛喔 把這個輸的輸了啊 你看到 不及我勒 你看到不是有這幾隻蟲 在下面戳 你看這個虛空會死嗎 你看這個虛空會死嗎 飛塔 都是來搞笑的 不要再相信飛塔 打雷虛空這種都市傳說了 不是啊他不及我啊 他不及我 他就這樣放A 真的打不贏啊 人家虛礦我及我 他沒打沒及我怎麼打 真的是都市傳說啊 涼涼沒了 那一次礦都要開到這邊來了 你說你無法接 你無法接受這個事是不是 無法接受這事 飛塔就是要打贏 打贏虛空好啊 沒有啊 我們一直以來也都覺得是這樣啊 但自從我們 這邊 像拉雄也是不信邪啊 他也是之前也是覺得 幹 飛塔就是要打贏虛空啊 我可以打不贏 實測了之後就是打不贏 太不平衡了啊 如果連飛塔都打不贏虛空 太不平衡了吧 我們經過實測之後 就真的打不贏了 幹他 集火喔 人家有機關沒集火 他剛後蟲是沒奶到 有啦我剛剛有看到幾個GG的 那個霧跑出來 應該是有奶奶一下 這虛空耍智障了 把主堡戳掉再打啊 有啦 戳什麼都可以 想戳什麼就戳什麼 GG 恭喜NICE 恭喜NICE 最後是2比0戰勝的MUMAICA 哇這個虛空有點 有點白癡啊 呵呵 我們真的沒有胡蘭 我跟你講我們真的實測了很多次喔 我們一開始真的就是 這個虛空剛出來就是這個 VS這個META 剛出來那段時間 我們也是 一直以為飛塔就是應該要打得虛空 就是應該要打得虛空啊 對啊但實測很多次之後就發現 因為你知道神族就一開始就有 一開始神族都還是會先轉什麼鳳凰對不對 然後蟲族再跟著轉虛妃 然後就打一陣子神族那邊就發現 喔我就3個VS放下去然後 虛空一直按一直按 就 只要我前面不要先被吃一波 我只要虛起來 過去就不太可能打輸你 太不合理 等一下我們接受這個事實吧 你自己去實測一下你應該會有感覺 沒有辦法接受 我覺得絕對是操作問題 實操作問題是不是 對我跟你講你去實測了 實測有感真的實測有感 好那我這邊恭喜那一隻2比0戰勝的明白卡 那下一場是RES對上明白卡的比賽 我們一樣休息一下馬上 好看喔 好看喔